大家好,现在来讲16分音符的节奏 先讲手部的节奏怎么打 有单手的16分音符节奏,也有双手的16分音符节奏 之前已经讲过单手了 今天来说比较常见的双手16分音符 在演奏的时候,是以右左右左交替的方式打在hi-hat上面 首先,你要习惯每拍四个音的感觉 不是一个音一个音的去算,而是一拍一拍的算 今天练习的架构是以四拍作为循环 一个小节一共有四组四连音 第一个练习是一个小节的四拍当中 一共16个音符全部打在hi-hat上面 大鼓会踩在每个小节的开头第一个音符 第二个练习 第二个练习 在这个小节的第二拍跟第四拍打在小鼓上面 在之前八分音符节奏的时候 第二拍第四拍的小鼓 是右手跟左手重叠在一起的 当右手打hi-hat的时候 左手会同时打小鼓 在今天的课程当中 第二拍跟第四拍 直接把右手从hi-hat移到小鼓上面打就可以了 所以小鼓不会跟hi-hat重叠在一起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做大鼓的变化了 下一个练习 大鼓踩在第一拍跟第三拍 前半拍跟后半拍 大鼓踩在第一拍之外 也踩在第三拍的前半拍跟后半拍 大鼓踩在第一拍 大鼓踩在第一拍 以及第三拍的后半拍 大鼓踩在第二拍的后半拍 大鼓踩在第一拍 以及第二拍的后半拍 大鼓踩在第一拍 以及第二拍的后半拍 的第三拍 大鼓踩在第一拍 大鼓踩在第二拍的后半拍 第一拍 大鼓踩 大鼓踩在第一拍,第二拍的后半,跟第三拍的后半 接下来把前面几个练习第一拍的大鼓改成踩在前半拍跟后半拍都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拍的后半拍再加一个大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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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